我還是要先講 有些台灣人真的很奇怪 好像在冬奧上面 拿到了金牌拿到銀牌 我們台灣每個人身上 就有無形的金鐘罩鐵布山 病毒百毒不侵 管你是COVID-19 Alpha Beta Charlie 還是Delta 還是以後可能有Echo 我根本不怕 只要奧運奪金牌 台灣就是史上最強的國家 宇宙無敵 百毒不侵 然後你們就忘了 到底這個政府 在疫苗政策上面 有多失格 有多失能 或者是被民進黨 一波又一波的大內宣 又是打電話給誰 又是幫誰加發獎金 蔡英文是史上最照顧 體育選手的總統 做了多少多少的改革 什麼前體委會的委員 出來發文說 蔡英文好棒棒 民進黨好優秀 要是沒有民進黨 蔡英文大力栽培 扶植 這些體育選手 根本不可能 在奧運上面 奪得獎牌 然後很多台灣人 就忘記現在我們面臨 最重要的危機是什麼 然後看到中華台北 贏了中國大陸 一整個高潮啊 看到中華台北 輸給中國大陸 也一整個高潮啊 我真的覺得體育賽事 它是屬於運動員的榮耀 是屬於台灣這片土地 中華民國這個國家的驕傲 不是民進黨的 可是被操作成 它是民進黨的驕傲 民進黨的光榮 然後就一堆人跟著被洗腦 真的他們的辛苦 我們都知道 說句加油 幫他打氣 給他鼓勵 就夠了 到底要高潮多久 到底還要被玩弄多久 真的有腦殘到這個程度 明智未開到這個程度 隨便洗洗 隨便帶帶風向 沒有人在乎疫苗這件事情了 沒有人在乎台灣經濟 到底倒得有多慘這件事情了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人 跟台灣人一樣 這麼蠢這麼傻 這麼好騙這麼好洗腦 真的只有台灣 真的 各位 就當我們的奧運健而 在國外表現得非常好的同時 你知不知道台灣 可能有多少人 沒有疫苗可以打 我是說連第一劑都沒有 我不算第二劑喔 我只算第一劑 有多少台灣人 連第一劑疫苗都沒得打 你知道嗎 不知道對不對 你當然不會知道 因為你都沒有算 因為很多人根本不在乎 我幫你算一下好不好 如果我們再不進疫苗 如果你不願意打高端 那麼最快 我是說最快 從8月4號 8月5號 8月6號左右開始 台灣會有一千兩百多萬人 連第一劑疫苗都打不到 請聽清楚 是一千兩百多萬人 連第一劑疫苗你都沒得打 今天幾月幾號 今天是8月2號 三四五六 突然有一天 台灣沒有疫苗了 你打不到了 一千兩百萬人 這件事才是我們應該要關心 跟在乎的吧 才是我們應該要放大檢視 去監督政府的吧 一千兩百萬是小數目嗎 一半以上的人口是沒有疫苗可以打的 然後我再告訴你 在台灣 這一些打了第一劑AZ的 跟第一劑莫德納的 大部分都是年紀偏長的長者 最早的一批 從6月15號開始打 記得吧 6月15號開打 然後呢 有的縣市是87歲以上 有的縣市是85歲以上 有的是89歲 有的是83歲 按照各個縣市不同的年齡 人口比例 由縣市政府各自去調配 6月15號 請問今天8月2號 你打第一劑到現在 已經隔多久了 就快要兩個月了 已經四個禮拜了 已經將近八個禮拜了 八週啊 你已經等了八個禮拜 你可能根本沒有打到第二劑啊 你還要等多久你知道嗎 我剛剛說了 一千兩百萬人 連第一劑都沒得打 你要打第二劑的 可能繼續往下等 上禮拜亮哥 我們今天也坐在這邊 說得好 你陳時中應該要告訴台灣人 你再不打 什麼時候不打 你身上的疫苗 可能會失效 或影響效力 你第二劑 最晚什麼時候要打 你再不打 你可能要自己想辦法 我出國補囉 我去關島囉 我去美國囉 我去歐洲囉 算好隔離時間 趕快去補打第二劑 再回到台灣 因為台灣沒有疫苗讓你打 指揮東西都不告訴你 也不講 今天陳時中還要繼續拖 打第二劑疫苗的時間 再等等 從機會可能不大 到可能性很低 今天叫你繼續等 沒關係陳時中 你不算 我們來算 柯文哲今天算給你聽了 我剛剛說了 你第一劑打莫德納 公費打莫德納的人 是6月15號 如果依照國際間 補上第二劑的時間標準 大概在10個禮拜左右 你要補打到第二劑 時間再往下拖 連美國的CDC都告訴全世界 莫德納不能拖那麼久 如果你到8月底 請聽清楚 你是第一劑打莫德納 6月15號的人 你到8月底 如果沒有打到第二劑 如果沒有打到第二劑 或是6月15號打AZ 到8月底 沒有打到第二劑的人 你第一劑可能就沒效了 你真以為打了一劑疫苗 你就天下無敵了 你就黃袍加深 宛如吃了大環丹一樣 跟孫悟空超迪賽亞人一樣 外面有一層氣在保護你嗎 沒有啊 那我想請問你 我剛剛說了 過幾天 疫苗出現大斷層 連第一劑都沒得打的時候 你打第二劑的人 還要再等多久 所以現在台灣面臨最大的危機 這個疫苗斷層 不只是讓第一劑打不到 連打第二劑的人 都可能因為等太久 而破壞了第一劑疫苗 或說兩劑疫苗 聯合在身上的效力 沒有人在乎 也沒有人關心 反正拿了金牌 就天下無敵 拿了金牌 就宇宙第一 拿了金牌 就榮耀國際 拿了金牌 喔 台灣本土 有金牌有銀牌 然後病毒看到說 哇 這個國家 金牌好多喔 我們不能進去 他們的人不會被感染 然後病毒走掉 還是病毒會選 奧運表現好的國家 我就不要去欺負他們 我去找那些奧運表現差的國家 是 我們是史上最好的奪牌成績 但跟其他大國 體育大國比起來 我們的牌還是少啊 如果要用得牌數 來決定會不會被感染 台灣依舊是 容易被感染的前幾名啊 我們只是比以前好 跟人家比起來 還是差很多啊 就不知道一大堆 小綠區到底在高潮什麼 然後洗洗你的腦 一大堆台灣人也跟著高潮 沒有人再去管疫苗的事情 那可以啊 你們就繼續去高潮 繼續去開心 繼續去想著金牌 可以保護自己的健康跟生命 大家有沒有看過唐伯伯 我點秋香 一定有嘛 對不對 裡面 裡面有一個人 要跟周星馳比慘 記得嗎 記得齁 旺財的主人 打斷手 你斷手 那我打斷我的腳 最後他講了一句話 叫做誰能比我慘 現在台灣人可以跟全世界 尤其是先進國家的國民 講這句話 誰能比台灣人慘 第一劑沒得打 第二劑打不到 可能就要失效 然後民進黨大內宣 幾塊奧運的獎牌 就讓台灣人忘了沒有疫苗 可以打這件事情 誰能比你慘 沒有人比你慘 如果你自己沒有想到 你那麼慘 那你就只好繼續往下慘 好 再來講到 上禮拜說 老人家想想第二劑 不過現在也沒第二劑可以打 但不管嘛 陳時中就逼你上網去登記 對不對 各縣市已經告訴你了 老人家 數位接觸能力很低 你還逼人家上網去登記 什麼意思 已經告訴你 我要逆時中不可行了 今天偉大的陳時中 又講出了一番理論 跟幾個辦法 這些辦法 我先告訴你 網路上的朋友 網友說的 不是我 各台都有報 說這叫做智障言論 台灣 中華民國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負責對抗 新冠肺炎的指揮官 衛福部長陳時中 被網友鄉民評論 他今天講的辦法 叫做智障言論 有多智障 他一搶天開 他說 如果老人家不會上網 沒關係 那我們就道府服務 幫他上網登記 丹西丁 陳時中 你知不知道全台灣 等打第二季的人 有多少啊 一萬喔 五千 還是三百個 是幾百萬人啊 我想請問 你一句話 道府幫你上網登記 誰要道府幫他們上網登記 你為服務派人是不是 還是你陳時中 每天沒事幹 反正你說武漢肺炎嘛 整天講幹話 那不然你好了 我們有三四百萬人 在等第二季 那你每天 看你要分幾個人 你每天到人家家裡 去幫他上網登記 去 我看你登記到猴年馬月 你到底在講什麼啊 叫超商幫你 幫老人家登記 超商店員你養的喔 叫郵局 叫公家單位 搞不好警察局 中郵 藥局 藥劑師 幫你登記 這些人是你養的喔 薪水是你發的喔 現在更厲害 腦袋動到地方政府身上 你們要這麼做可以 那你們到府服務 幫老人家上網登記 各位 這是你的流行疫情指揮官啊 夠不夠智障 超智障 真的是智障言論 好 我們強烈的建議 如果要實施這樣的辦法 請你衛福部自己派人 我看你衛福部裡面 有多少人受得了 每天啥事都不用幹 就等著到老人家家裡 幫他上網登記 你一天不講幹話 你很難過是吧 你一天不講廢話 你會死嗎 就已經沒有疫苗了 就已經疫苗斷層了 你還在滿腦子想這種廢話 要嘛就是找人民麻煩 要嘛是讓你第一劑沒得打 要嘛那你第二劑拖到要過期 要不然就是想辦法去護航高端 你真的什麼話都說得出口 為了圓你民進黨疫苗政策錯誤 這個滿天大謊 你什麼話都敢講 我想請問你 為什麼一定要上網登記 很簡單嘛 我剛告訴你的疫苗斷層啊 如果要地方政府自己造冊 那豈不是一下就把 僅存的一點點疫苗給打完了嗎 你要上網登記 我在一天幾百個幾百個 讓你慢慢打慢慢打 好像每天都有打 其實只剩一點點 這才是上網登記最重要的目的嘛 他要拖長疫苗施打的時間嘛 讓你不要發現這個疫苗斷層嘛 第二個你得上網登記 才會發生不小心 才會幫高端充人數嘛 他們腦子裡想著只有這兩件事情啊 要怎麼樣騙你以為台灣還有疫苗啊 要怎麼樣騙你到網路上預約 不小心沒點高端 去製造一個高端人人愛的假象啊 我前面講的問題他知不知道 他當然知道 但他能不能解決 他無能 他也不想解決 因為他根本沒有辦法解決 兩個禮拜前 說全台灣打太慢 動作快 為什麼兩個禮拜後 會說你打太快 不按照預約順序 不按照既有方案 簡單嘛 兩個禮拜前要幫蔡英文 圓那個7月底要充25%的目標嘛 所以拼命打 拼命打 拼命打 根本不去計算疫苗的存量 拼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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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終於充到了 完蛋 疫苗不夠 他再反過來去怪地方政府 怪你人民 你急什麼嘛 你打那麼快幹嘛嘛 你上網登機就好了嘛 我慢慢來分配嘛 這種政府犯下的罪行 何其重大 是兩塊奧運金牌 就可以蓋掉的嗎 就可以彌補的嗎 那700多條染疫死掉的人 人命 那四五百個 因為不良反應 而丟掉性命的台灣人民 因為這兩塊金牌 四塊銀牌 幾塊銅牌 怎麼樣 人就回來了 起死回生 免死金牌 免死銀牌 免死銀牌 免死銅牌 然後這個陳時中 今天還有臉 在記者會上說 哎呀 我好想找這些多牌選手 來代言防疫啊 代你個頭啊 代言什麼 幫你欺騙全台灣人 幫你欺騙全台灣人 高端很棒 趕快打高端 幫你欺騙全台灣人 台灣防疫世界第一 幫你欺騙全台灣人 台灣疫苗很夠 不用擔心 我是不知道未來 會不會有 我們的多牌 台灣驕傲 去幫陳時中代言 但如果有 我真的請你們想清楚 他要你講什麼 幫高端背書嗎 告訴你疫苗很夠嗎 還是告訴你台灣防疫世界第一 你怎麼有臉啊 你把台灣的疫情搞成這樣 疫苗政策爛到這個程度 你還有臉想要去蹭這些 多牌選手啊 這是不要臉啊 你不要臉到幾點 說到東奧 對我們表現得很好 我相信最讓人感動的時刻 莫過於郭信淳的金牌 還有麒麟配的金牌 在會場裡面想起 國旗歌的那一瞬間 連中國大陸的朋友 都得向我們的奧運會期致敬 那不是台灣的驕傲 那不然是什麼 那不是中華民國的驕傲 不然是什麼 不只國民黨啊 韓國瑜啦 趙少康啊 還是朱立倫啊 聽了覺得很感動 連謝長廷他都說他很感動啊 但有人就想要用 東奧我們台灣選手的好表現 重新來搞運動證明 重新來搞奧運證明 重新想搞台獨 把中華民國 把青天白日滿地紅 趁著這一次選手的好表現 再度抹殺掉 有人說那不是國旗歌 那是奧運會期的會歌 他說你們這些在爽的人 跟那個難民隊伍 跟俄羅斯的作弊隊伍一樣 他說我們要去證明 我們一定要把中華台北改成台灣 這才是愛台灣的表現 不然你們在自爽什麼 聽一首只是旋律跟國旗歌一樣的奧運會期歌 爽個屁 不需要 然後有一大堆 綠色側翼 親綠網友 有沒有那一張綠色的圖有沒有 有一個邊線上面一個點 就是齊林佩最後印在界內的那一球 那個截圖 說要把它變成台灣國的新國旗 說要把它放在中華民國護照的封面 這才是民進黨的目的啊 看清楚一點 聰明的台灣人 好嗎 來我們叫來賓第一位 我們的郭正亮亮哥 大家好 憲民兵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還有聽說從上禮拜打完AZ以後 一直不舒服到今天 終於好一點 才來到現場的說凱翔 大家好 你上有打完有怎樣嗎 完全沒有 完全沒怎樣 那身體太爛了 有可能 還是抵抗力太差 沒有我只有發燒一點點 然後吃兩顆普拿藤之後就沒事了 就沒事了 真可惜 等一下凱翔可以講一下他的感受 來我們來看今天的這個封面圖 各位疫苗不是黑洞 疫苗是斷層 這不是我們講的 這是今天指揮中心自己講的 對不起 我如果再這樣搞下去 我可能8月4號5號6號 全台灣就斷貨了 斷貨是什麼 斷貨就是 就算你有就要打 你也沒得打 好啦 那我不要莫德 那我不要AZ 那給我高端 快 我要高端 快打 對不起也沒有 然後就可能有一段時間 台灣沒事幹 接種站的醫生每天都這樣 因為沒有人 不是沒有人 是因為沒有疫苗 不用開啊 也不用開是吧 也是啦 節省一下人力 這才是台灣最大的問題啊 不是我們有沒有辦法贏中國大陸 然後爽滋滋的在網路上那邊 跟小粉紅對戰 那些都不重要啊 這才是重要的事情啊 一千兩百萬人 現在是第一劑都沒得打 一千兩百萬 不是一百二十萬 是一千兩百萬 第一劑都沒得打 還不算那些十八歲以下的 我沒算喔 我只算十八歲以上 可能就有一千兩百萬人 第一劑是打不到的 所以我就說了嘛 旺財的主人 誰能比我慘 是 我們的奧運選手 可以到國外說 誰能比我強 因為我多金牌 我多硬牌 但剩下的你們 你到國外去 只能說誰能比我慘 你看看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指揮官 沒疫苗不敢講 還想拖 誰有比你慘 我們不要說選了 選疫苗品牌 我們連第一劑都打不到喔 哈囉我是台灣 我驕傲 誰能比你慘 沒有啊 真的沒有啊 可能非洲一些小國家 窮到連疫苗都買不起的 會比我們慘一點 你去美國去英國 去法國去德國 去告訴人家 誰能比你慘 真的 只有奧運選手 有資格在國外講說 誰能比我強 剩下沒有疫苗可以打的 包含我在內 你出國就只能講 誰能比我慘 你只有這句話可以講 再來 陳時中直白告訴你了 第二季的接動時間 我要繼續再延長 繼續再拖 亮哥說 那你要告訴我 什麼時候一定要打嗎 再不打過期了嘛 來 陳時中不講的 柯文哲告訴你 柯文哲說 八月底 你第一批打莫德納 或是第一批打AZ的 你如果再不補第二季 對不起 可能就是影響效力 搞不好第一季就沒效啊 白打了 你就重打吧 這才是真相 這才是台灣的問題 台灣的危機 而不是我們要去網路上 跟誰誰誰比戰 而不是我們要趁著東奧 選手表現好的時候 去搞正名 去搞台獨 去消滅中華民國 台灣人不要這麼惱入 真的 好表現歸好表現 那是一回事 跟你也沒關係 他拿金牌 你的錢不會變多 他拿金牌 你的保護力不會變強 他拿金牌 你不會 沒打疫苗 變成好像有打疫苗 跟你都無關 這才是你切身相關的問題 一千兩百萬人 包含我在內 你可能連第一季都沒得打 來賓哥 我今天才特別上去看了一下 我到底什麼時候可以打第二季 結果它上面顯示 9月29號以後 9月29號以後 我看我是沒機會 因為看起來不會有疫苗 因為現在我們很明顯的 不管是國際縣市也好 或是其他相關也好 甚至包括BNT 我看八九兩個月 都不會有什麼疫苗 這看起來是非常明確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怎麼等 本來還有一個機會 我之前不是一直講嗎 等莫德納得高端 你莫德納等久了就變高端 現在看起來連高端可能都等不到 因為大家如果今天有聽陳時中講的話 他說高端至少50萬劑 才會開始施打喔 那今天它封建過了多少 26萬5 這26萬5你以為是 就是馬上生產馬上就出來 就26萬5是不是 其實不是喔 大家如果看到它今天公布的話 它分了好幾批 那中間至少三批消失 那批要消失了 然後有一批 07的那批 那批本來人家都一批8萬多 它只有5000多 所以表示第一個它生產非常不穩定 第二個接下來 因為你要湊50萬 所以呢 還有23萬5 從哪邊生 不知道什麼時候生得出來 因為大家知道 高端這個東西 它是 光備原料啊這些東西要去生產 要準備3個月左右的時間 然後 生產出來之後 再經過食藥署 食藥署說它要做檢驗啊 封建啊 大概一個月30天左右的時間 所以呢 加起來就是4個月的時間 那現在什麼時候還能夠湊到50萬 然後這樣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也就是呢 八九兩個月 除了我們現在目前手上有的 可能零星再來一點 那接下來大概就什麼都沒有 真的是什麼都沒有 我覺得這真的蠻恐怖的 因為現在AZ也沒了 莫德納他現在每天丟一點出來 這個很快也沒了 然後連高端都沒了 連想打都沒得打 不過有一點比較好就是 至少現在26萬5嘛 如果能夠累積到50萬的話 至少先讓我們那 16萬7的高端勇士 高端特戰隊 先讓他們去打吧 不然的話台灣真的 沒有什麼疫苗科 人家說90幾萬 你怎麼說16萬而已啊 90幾萬以後 有多少人是賽到了好不好 不小心被算進去了 對啊 莫名其妙弄到 二選一三選一都算 對啊 因為你真正單選只有16萬7嘛 所以就是這樣子啊 現在連那16萬7想打都沒得打 那如果陳中講的是真的的話 有啦有26萬 陳中說要滿50萬才能打 這樣啊 對啊 那50萬怎麼伸出來 我真的不知道 以高端這麼不穩定的生產方式 什麼時候抽得到我也不曉得 所以台灣現在是超級大危機 老實講啊 那我們現在在幹什麼事情 我們最近在降級 雙北明天開始好像可以室內用餐了嘛 那接下來大家就越來越鬆散 那在一個沒有疫苗的情況下 社區有潛填黑術的情況下 然後絕大多數人沒有疫苗 我不知道 我們這個解封可以多久 明天雙北要開放室內用餐啊 對 開放室內用餐啊 所以 接下來 我不知道多久 我們馬上又要三級 甚至四級 我真的不知道 那至於怎麼等 我也不曉得 所以台灣現在真的很慘 可是我們的政府 現在正在用冬奧麻痺 要告訴你我們球員表現喔 蔡總統今天不是來特別發一張照片嗎 叫大家帶在家裡頭專心看球就好 不要出去增加染疫風險 那問題是 我們很多人要上班啊 我們很多人不得不出門啊 我也不想出門 沒辦法要賺錢要活下去啊 那這些人怎麼辦 他怎麼辦沒有疫苗保護他 請問一下他怎麼過活 所以 我想我覺得柯P也不用氣了 現在氣也沒辦法解決問題 現在就是呢 擺在眼前的事實就是 大家都沒疫苗打 事實上就是沒有 所以像我跟凱翔這兩個 打得還算不錯 我們至少 雖然是個AZ 你不好啦 你會等到這一季快沒效力 之後再補兩季啦 我愛兩針你愛三針啦 我不用待28天 就可以打一季就好啦 我只要補第二季就好啦 是啊 我們有這個選擇 只要你願意出錢的話 那像亮哥這個 中途便捷 現在就沒機會了 你就等不到 他注定要打高端了 那右陣是選都不選了 就是更新等下去了 對啊 我就是等下去怎麼樣 老實說啊 你排在王世堅前面啦 因為王世堅說他要當 兩千三百萬人最後一個 是 最後一個 真的假的 對 健哥這樣 所以你在他前面這樣 那他還要等18歲以下打完 你打得還蛋 健哥 我告訴大家 健哥那是不可能成為的夢想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沒有針對12歲以下人 打的疫苗 對啊 所以他如果要這樣等一輩子 不要打疫苗 他可以當全台灣沒打疫苗 年紀最大的那一個 因為都18歲以下 只有他一個 他還是跟美國那些 反疫苗的人一樣 覺得打進去會基因突變 所以大家不要再 聊研究他在傳就對了 我想請教一下大家 恰緊如果玩基因突變會變什麼 鬼王新娘 鬼王新郎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是非常明確 那我們第一劑 很多人真的已經開始要失效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最早打第一劑的是什麼時候 三月多四月就很大了 那個通財朗機都打完了 那個當時自費的第一劑 大概後面都打得差不多了 沒有沒有 還是很多人沒打到 還是有的沒打 還是很多人沒打到 沒有了你不用打了 你絕對不用打了 你的效力大概已經差不多要過了 對我沒想到這一批 是啊 對我沒有想到這一掛耶 那掛很早就打 那他們 那基本上你們不要浪費了 你們衝打第一劑了 差不多了 基本上是啦 對啊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然後像我賣他們這一批 大概七月初打的 他大概到九月多 大概也沒什麼效力 因為九月多如果再不補上第二劑 效率就逐漸遞減 那我現在看我的樣子呢 他叫我九月二十九號以後 那基本上我估計 大概要到十一月以後 才會有機會 那大概也沒了 所以我們之前打了 大概七八百萬劑 其中大概浪費掉百分之九十 大概全部浪費掉 對 是喔這是實話 那都是我們納稅錢耶 而且接下來 你要在國際 因為我們預定的又少 大家知道明後年 我們總共才預定很多 2500萬莫德納 3500萬莫德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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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了 沒了 就沒了 AZ沒有在訂啊 BNT也沒有啊 那剩下就是高端或聯誼 所以你遲早都要打高端 為何不現在就打 你遲早都要打高端 為什麼不現在就打 對啊 所以這看起來是無解 因為這個政府就是 製造所有不利的情況 讓你排除所有其他疫苗 到最後你沒得選 想打疫苗只有高端 那老實講 大家都等著受吧 因為你已經別無選擇 但是我至少還是選擇 就假設政府真的 比我只能打高端 那我只好跟王耀正一樣 我死都不打 就是這麼簡單 死都不打 我跟你講真的 我絕對不打高端 我在這邊就講得很白了 我跟那些這個 特別清高 特別有愛國心 特別這個 尊從蔡總統 特別這個喜愛國產的 資深媒體前輩不同 對不起如果只有高端 我在這邊就說了 我不打 我寧願自己花錢 我請假可以吧 我請假出國去打疫苗 你們都一個月 一個多月看不到我 讓我出國去打疫苗 我絕對不打高端 我絕對不打高端 就這麼簡單 好來 我們繼續來看 下一張 莫德納公益鏈段 AZ到貨無期 這不是我們講的喔 這是你們指揮中心講的喔 疫苗施打 大斷層 斷層就是沒得打 才叫斷層 好不好 來 18歲以上的人口 我跟你講 層次都沒有算的喔 我算給你聽啦 這才是媒體該去問 該去追出來的啦 到底有多少人 在疫苗斷層之後 會沒得打 沒有疫苗可以打 來 18歲以上的人口 我們去算喔 我跟你講我還沒有2300萬算喔 我人很好喔 我只算18歲以上的喔 因為18歲以下的 目前看起來除了BNT之外 是沒有其他疫苗可以打的 那BNT也還沒進台灣 所以我非常的公正 客觀 台灣18歲以上的人口 是1967萬人 1967萬 那已經打完第一劑 跟第二劑 我是把它加起來喔 加起來喔 打完第一劑跟第二劑的人 現在是749萬 換句話說 如果這幾天 台灣發生疫苗斷層 沒有疫苗可以打 那還剩下多少人 是連第一劑都打不到 跟我還有亮哥一樣的呢 很簡單嘛 1967減掉749嘛 18歲以上台灣會有 1218萬人 不含18歲以下喔 不含喔 18歲以下如果這樣算 可能有大概400萬喔 那如果你再把18歲以上 加上去的話 可能會有 1600多萬人 是連第一劑都打不到 你聽了不會怕 我跟你講 我怕怕啦 我本來想說 還好吧 還好吧 再怎樣東送西送 東拼西拼 早晚輪到我吧 我現在不這麼想 所以我迅速調整自己的心態 那打不到就打不到吧 反正你們都打了我就安全了 這是我的想法啦 不是 你錯了 如果大家有機會打疫苗 他們都打了你沒打 那你就是感染的 真的假的 如果你也有機會打疫苗 我還是要說 我從來不鼓勵大家不要打疫苗 我是不打 但如果你真的擔心 又真的只剩高端 那你就去吧 如果你真的覺得OK 那你就去 這個我是絕對不干涉個人的 這個我們觀眾朋友的選擇權 你想去打你就去打 我也鼓勵大家 有得打就去打 但我自己是不會打 我要跟王世堅站在一起 他會是未來台灣 沒打疫苗年紀最大的人 搞不好我是第二大的 我還是一樣 如果有高端以外的選擇給我打 不是經過特權啦 好心肝啦 核心啦 振興 這種管道 是正規管道 預約排隊 或是輪到我的時候 只要不是高端 我都會去打 只要不是高端 我都會去打 那你想打什麼疫苗 如果真的擔心 只剩高端 那你只能硬著投拼上啦 不管怎麼辦 是不是 來 1218萬人 如果加18歲以下 那就是1600多萬 大概1600萬人 是第一劑都沒得打的 好 除了第一劑都沒得打的之外呢 來我們看這邊 莫德納現在還有56.7萬劑 你看他撐了多久 上禮拜上上禮拜 就升70幾萬了啦 今天還有56萬啊 就每天給你一點 給你一點 給你一點 把時間拖長嘛 好來 莊人翔說 第四輪的AZ要用完了 所以第五輪 我們用莫德納來規劃 會在8月11開打 如果8月4號 有自購疫苗來台 就可以增加莫德納供貨的數量 我是不曉得8月4號會不會有啦 我是不知道啦 他說8月11號開打 那你也要看剩下的AZ 能撐多久吧 是吧 來往下看 AZ還有57.5萬劑 他說目前庫存量 可以撐到8月3號 明天 對 目前庫存可以撐到明天 然後60萬封籤檢驗 8月4號通關後 會隨即補貨 也不知道來不來得及 補得上 換句話說 當莫德納還沒開打 當8月3號 剩下的57.5萬劑AZ打完 如果後面這60萬劑沒跟上 最快台灣什麼時候就明疫苗可以打 AZ風間檢驗至少一個禮拜 對 搞不好他已經在做了嘛 對 那8月4號開始 8月4號開始 我們就明疫苗可以打 不知道有沒有得到一點點 但我想 他說8月11號才打 他要壓嘛 他就是要時間一直往後壓 往後壓 看看 有沒有哪個國家 再多給你5千1萬劑嘛 1萬2萬3萬劑嘛 AZ一天改打10萬劑就好 你朋友打1萬就好了 你打1萬你打久了 你打到年底啊打不完 一天打1萬 全台灣二十幾個縣市嘛 我們就 一個縣市200劑 500劑 一個縣市500劑 一天就是500劑 各位 在台灣 你打疫苗還要勾心鬥角 還要上網去用搶的啊 現在這個時候啊 所以我講的有錯嗎 8月4號5號6號 搞不好真的就沒有疫苗可以打了 就算有 60萬的AZ你想撐多久啊 剛剛亮哥也說啦 我們一天隨便打二十幾萬耶 60萬基本上兩天 頂多三天就打完了耶 那從8月4號開始打 也打到8月7號就沒啦 那你從8月7號到8月11號呢 不是用一個斷層嗎 除非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從8月4號 這60萬的AZ 我每天只打一咪咪 我每天打一點點 對亮哥說的對 我從8月4號開始 我每天只打十萬 剛好打六天到8月10號打完 然後8月11號 莫德納再補上 你看他有多可笑啦 人家是全部開放 要打AZ的都來 要打莫德納的也來 盡量打努力打 拜託你來打求你來打 我們台灣 莊仁祥陳時中 在那邊算疫苗 跟老太太 去買蔥買蒜頭一樣 這個有沒有送蔥啊 沒有送蔥那我不要 那個有沒有送蒜頭啊 多送兩顆好不好 我們的疫苗 就跟買菜討價還價一樣啊 我要算 今天給你多少 我可以撐比較久 明天給多少 我要再撐一下 今天用到8月4號用完 趕快剩下補上 再繼續拖到11號 莫德納再補上 好 那莫德納用完呢 56萬你想用多久啦 兩天就打完了啦 還是50萬 你真的一天打5000 拖10天 拖100天 真是可笑 來 翔哥 這個韓國啊 韓國陷入比我們還到的困境 這個大概是我們指揮中心 唯一可以這個燒告安慰 韓國訂了4千萬支莫德納 你說不會到啦 目前到貨只有110萬 你說從頭到尾嗎 那個 還是新訂的最近 美國送的不算 美國送的不算 就是到貨的 那好像比我們還少一點點 那韓國因為它前面順著打 因為它輝瑞很多嘛 AZ很多嘛 就順著打 那也跟我們一樣 就是有一堆人 就打了第二針嘛 它目前的人口覆蓋率是33% 其實也跟我們很接近 可是它打到第二針的有12% 那比我們多多了 我們零點幾%而已嘛 對 然後我們現在大概2、3%啦 有2、3%了是不是 那可是大家恍然到悟到了7月的時候 突然發現沒有疫苗了 結果文在寅團隊的防疫表現 民調暴跌17% 我們那個點就快到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們已經陳時中 從1月到7月已經暴跌 剛好也是17%啊 那個是防疫表現 因為5月15 疫情爆發嘛 我現在是在講 疫苗短缺 造成了民眾的憤怒 跟恐慌 尤其是年輕人 誰能比我慘 韓國就是這樣 韓國年輕人 現在不滿的程度 大概接近6成啊 就20到30歲的 那20到30歲 事實上本來也比較支持文在寅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韓國就是比我們大概早個半個月 或到一個月啦 那類似的情境我們快要進入了啦 你知道吧 所以你看陳時中開始改口嘛 他今天不是講了一句話嗎 什麼 他說打第二針可以再延一點 對啊 是啊 繼續等啊 這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就是說 未來到貨的優先讓人家 匹匆一下嘛 打第一針嘛 像郭正亮都還沒打到第一針對不對 對啊 怎麼可以讓他們要拚哥打第二針 朱凱翔翔才剛打 你再等三個月 這種相對剝奪感的那種效應 你們家亮溫街 你打第二針啊 對啊 這種相對剝奪感的效應 就開始出現嘛 那人家就開始抓嘛 說第二類的 你是不是給我打第二針嘛 第二類的 當然啊 他今天都講白啦 第二針 第二針就是一到三類先打 是嘛 第一類大家沒話說嘛 孕婦大家也沒話說嘛 你第二類憑什麼 給人家打第二針 我跟你講啦 這種東西就是這樣啦 陳時中這樣講 那表示就是他擔心沒貨嘛 那如果大家連 提胖都提胖不到 然後讓人家來排第二針 我講的是莫德納啦 莫德納我們講過 打過第一針就297萬嘛 那我上次也稍微講過嘛 說大部分都是7月1號到20號打的 是 所以你也不能讓人家拖過10月15吧 人家美國CDC說六個禮拜耶 那到期日快到 那我們說7月1號 那到期日六個禮拜啊 美國說不要超 CDC說莫德納不要超過六個禮拜 那你這樣8月中之後 大家就開始恐慌了嘛 打不到嘛 對不對 然後如果有到貨 那你政府還不給打第二針 還要讓更多人打第一針 不是嗎 是 你光是這樣去想 這個第一針跟第二針之間的矛盾啊 你頭皮就發麻啊 然後那個第一針看到第二類 第七類 這麼多任意定義的人可以打第二針 你去想一想第一針的人會怎麼想 所以這是一個疫苗不足造成的社會撕裂啊 就是還沒打第一針的人有1000多萬人嘛 1000多萬 然後你不給我進一些國際認證的疫苗 然後說不然你來打高端啊 那那個怒氣啦怨氣啦 你就可以想會怎樣去流竄嘛 實際上韓國最近這半個月就是這種怒氣 就是這種怒氣 所以文在寅親自出來開記者會啊 他說保證這個月底 我一定搞到800萬劑疫苗 他公開出來開記者會 真的假的我們都是一次好幾個國家搞8萬劑 人家搞800萬 對不起我們是6萬劑 三個國家搞6萬劑來 他一定是求爺爺告奶奶 想辦法去跟BNT啦 莫德納啦交生 他交生也有買啊 就是每一家的CEO一個一個去拜訪嘛 想辦法直接聯絡嘛 其實本來也就應該一個政府這樣 就應該這麼做啊 我跟你講這個時候 坦白講陳時中沒用了啦 因為陳時中英文也不會講 他不會講英文喔 不會啦 阿門笑死 這麼好咧 我跟你講這個時候真的就是要派出 我們重要的人士去拜託了啦 比如說丁怡銘 總統嘛 總統是不是 對不起我以為丁怡銘很重要 他要先打嗎 還有我們經濟部啊 美花 外交部啊等等等 立雄 那來談彼此的利益上合作的空間啊 是啊是啊 不然你憑什麼比較找到貨 而且這些人英文都講得比較好啊 對不對 那 真的指揮中心那幾個 我實在想不出有哪一個可以用流利的英文 去拜託BNT 拜託莫德納早一點給我們貨 國民女婿呢 還有AZ對不對 AZ英國廠啊對不對 我還想裸女婿搞不好可以啊 國民女婿你講的是誰啊 裸女婿啊 裸一軍啊 裸一軍啊 裸一軍不錯 還可以啊 不過他的那個位階不夠高啦 他的抗爭不夠就對了 這個 坦白講西方各國的大藥廠 人家也看你是誰嘛 欸我國民女婿為什麼不行啊 你如果是總統你是院長 那當然分量不一樣 人家就會了解你這個迫切程度 比如說那天我們那個 我們張忠謀 不是在那個APP 公開講台灣缺疫苗嗎 也沒人要幫我們台灣啊 因為張忠謀講完我們回來說我們疫苗還是夠啊 對對對 打電張忠謀 市長張忠謀那個就是一個很好的國際訊息 因為他講話人家會信 你知道吧 那可惜啊 我們沒有打承水櫃上啊 你沒有follow 你沒有去加重這個危機意識 然後去像各大相關藥廠啊 我們主要就是AZ還有莫德納嘛 就是可不可以快一點到貨 不然我認為文在寅不可能會具體講出數字啦 他說這個月我保證會到800萬 他憑什麼講這句話 他一定是用了很多方法啦 不然這不能亂講的啊 那你會覺得很奇怪 我們的指揮中心有講過這種話嗎 我們第一秒夠 我們夠 我們不用求月告奶奶 你隨便算就知道快用完了嘛 夠 接下來在哪裡 我就跟你們一天打一萬 一百多萬我打一百多天 怎麼樣 我打到年底 打到跨年前怎麼樣 我跟你講喔 那你那個彭博啦 彭博我們那個防疫任性啊 好不容易從44名升到40 也不得了 好 曾經四名 那那個時候是我們的疫苗施打 人口覆蓋率是14%了 所以我估計我們現在已經31%嘛 我覺得我們應該上升了啦 應該上升到20幾了吧 那完了 8月4號以後開始往下掉了 那會不會從這裡又停住了 又停住了 又要開始往下掉了這樣 而且你剛好碰到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就是你剛解封 那全世界是要進入新一波的封城 對不對 全世界都進入新一波的封城 我們都比人家慢一個階段 你知道一個或兩個階段 人家是已經這個疫情過後封城解封 然後我們現在是疫情過後 剛剛然後第二波第三波了 我們還在第一波 然後剛開始要解封 那我們要解封嘛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是早晚問題啦 比如說美國最近 因為新增接近十幾萬嘛 嗯 百分之74%是Delta 對 那我們現在 美國回來的人應該還是會有吧 嗯 因為相對上覺得台灣又安全 而且疫苗還沒有用 不是你 你這裡又開始 那個循環又開始了 美國又開始危險了 然後美國進來 我們也不管喔 趕快來喔 美國來的都很棒喔 因為美國人都打完兩支疫苗啊 可是兩支對Delta 他沒用 這是重點啊 他會感染嘛 可是他不會重症啦 對嘛 可是進來台灣 一千多萬人就重症啦 沒錯啦 他會傳染我們 不是一千多萬人 連兵哥這種只打一劑 那只打一劑的 也照樣傳染啦 也照樣傳染 所以 我真的就覺得我們指揮中心 真的都沒有好好盤算 就是 你始終在這樣的一個 我們說這是循環中 那你現在進入解封 那人們的接觸就開始增加嘛 然後西方是Delta又開始大增 那 所以他們又開始想要做一些管制嘛 比如說 昨天我就聽到朋友跟我講說 南京啊 揚州啊 現在也都相當緊急啊 也開始封城了 對 江蘇省嘛 江蘇省 所以類似的狀況 前陣子是廣州嘛 對 那他們 因為他們 他們的作為都是非常霹靂嘛 用很短的時間做 整個人封起來 做篩啦 篩啦 然後迅速做隔離這樣 所以你幾乎可以預期就是未來 我們很可能是在疫苗短缺的趨勢下 爆發是一波 可是我們的確診又要開始增加 你去想一想那種焦慮危機感會有多大 那真的是雪上又加重 對不對 然後在焦慮危機感之下 我們這種沒有打到第一針的 就開始計較嘛 有人還優先打第二針耶 對不對 那打第二針會說 怎麼樣 奇怪我已經等了 我再不打我要過期 你不能先讓我打嗎 沒有錯 所以大家都有話說 完蛋了又失裂了 然後賓哥也在那邊叫說 我929之後一定要打啊 我不打我過期啊 對啊 你過期都過期 你先讓我打第一劑啊 我連第一針都還沒打啊 對不對 太好了 所以誰比較可憐 當然我沒有打第一針 看起來比較可憐 真的